究竟,得水的流入和流出,有沒有特定的規律呢? 不知不覺,騰訊都跌了很久了 究竟現在是否值得入市和撈底的時機呢? 這一集會和大家從持倉量的角度去看以上的問題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投資最容易的頻道 來到騰訊持倉量分析第二部份 今天會和大家看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由去年12月尾到今年2月頭 那個上升軌是如何發生的 另外會和大家看,在配股完成後6月15日到最近的日子 這一段快速下跌又是發生了什麼事? 好,我們一起看看 在聯交所12月29日到2月10日這段上升軌 究竟哪一個正在入貨? 大家很清楚,看到第一個和第二個其實就是筆水 大家記得認住它,如果你買了一些中概股 這兩個曲A00003和00004 其實就是筆水資金要經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去做港股買賣,也就是平日所說的護港通 或者深港通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 筆水買了騰訊股份是有2%有多 就是這段短時間,騰訊股價由500多元一路沖上750元 這兩個表分別是A03和A04 就是剛才所說筆水的持倉 左手邊那個,大家看到了 一個半月,只有一天輕輕的資金流出 右手邊另一個,每一天都在入貨 大家會看到,在這段時間 筆水是非常豐勇地買入騰訊股票 所以它的股價由519直上750元 持倉量也升近2% 有人入貨,那就看看誰出貨了 在這段時間,大家看到了 出貨的最多就是匯豐 接著就是JP Morgan 再之後到City Bank和高盛 但你發現了頭幾個加加埋 都不夠2%那麽多 如果大家再拆散一些breakdown 可以再進入剛才匯豐 JP Morgan,City Bank等等 他們不是每天都沽貨的 有時入有時出 這樣會變成跟筆水之間的影響就差很遠了 在這半月,筆水的力量 遠遠大於投行 雖然股票是零和遊戲 一個購買,一個購買 但在這時候,筆水其實是追價賣入 因此越追越高 股價就折折上升 沒有人能夠準確解釋 資金流入或者流出的原因 但大家可以看到 資金買入或者賣出的力量 哪一個比較強 或者哪一個主導的方向 假若無法辨識到 有沒有大戶入貨 或者出貨 我通常就寧願什麼都不做 港股有二千多隻股票 找不適合的機會 最多不買 又不會虧錢 但如果風險意識不足 功課做不夠 立刻衝進去或者走人 對你自己的股票的回報 影響會很大 一月的那段升浪 大家都看到 為什麼筆水推動 最近 騰訊的資金流向是怎樣 我們一起看看筆水 由6月4日到最近的日子 是連續一個月 沒有停過 不斷沽貨 你看到這個表 每一天都在沽貨 出貨 如果你這個時間還衝進去 就真的祝你好運 如果有人 或者有大戶在出貨 其實股票要升 都會有限數 你就更加要用心去想 是不是還需要 這一刻會進去呢 是不是要反彈呢 雖然現在騰訊股價是吸引的 而且進入超賣區 但是都是那句 除非投行或者大戶 你看到了 開始明顯有收集騰訊的跡象 或者筆水不再沽貨 反過來開始入貨 你看到這些跡象 進去的時候 就相對安心一些 但是反過來 以上的條件還未出現的話 你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面對龐大的筆水沽壓 或者大行也加上沽壓一份 你進去中招的機會會比較高 當然如果你發現 投行和筆水都開始買貨 而這一刻買 其實算是帥哥的一個價錢 正所謂減少風險的投資 才可以提升回報 我最多賣少幾次股票 賺不到錢 都不會去冒過量的風險 去博取少量的回報 希望這系列三段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多一種角度 去了解股票市場 多一個角度 去衡量自己 何時入貨和出貨 正所謂 不要打太多沒有把握的仗 你每次虧一次 虧了5-10% 你下次要追回 就用更多的資本 或者要沒有更多的風險 如果有時間 希望之後找其他的例子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如何透過持倉量 去判斷公司的一些大動作 或者一些股價上的改變 如果大家都有不同的投資心得 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喜歡這個頻道 或者在這個頻道中 學到少許東西 記得分享給你朋友 拜拜